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同情 她的爱心一次次遭到质疑 过年了 她自己的年夜饭还没有着落 却坚持让沿街乞讨的人除夕夜吃上一顿饺子 我说这些我应该 说很多人问我为什么 我说没有为什么 我不想解释为什么 我说这些我应该做的就行了 我也不想有任何解释 什么为什么你这样做到底是干什么 有什么目的 我想 继续三个字很简单 不知道 对吧 春节前夕 在北京我们认识了一位自称是网站站长的朋友 他叫张仁杰 初次见到张仁杰 他斜跨着一个贴有网站字样的背包 推着一辆叮当作响的自行车 而且一面和我们寒暄 一面用手哈着冻僵的手指 脚上还有一双开了口的破皮鞋 这些都和我们想象当中的网站站长的形象相区甚远 见面之后我们提出要到他工作的地方和他聊一聊 这位张站长表示说他最近很忙 每天晚上都要外出找人 张站长要找些什么人呢 我们的这个故事就是从这天晚上的北京火车站开始 张仁杰要找的是一位在北京沿街乞讨的老人 老人姓潘 几天前张仁杰答应送老潘几件衣服 老潘说过 如果能买到火车票就回家过年 回家的人群中 张仁杰并不确定老潘是否还留在北京 你看你是在骨盗口吧 不是 不是 在资助院啊 哎呦终于找到你们了 资助院是吧 嗯 你资助院我现在不知道 哎那个 他就是睡在那边一个老人家呢 我去那找到你了 十来次我都没找到 你家做才怎么做 你家在往往南 往南是吧 上下往南 东南 往南是吧 往右边 往南 往左边 往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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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见到 那个不行 我想这样的 男的呢 我还是找他 我还是找跟他一块去 我怕 要不你先在那边要一下 要不等到 我就等你 等你回家 我们才去 也行 哎 那他在哪 来 我说大爷 张仁杰在北京认识七十多个乞丐 今天要找的老潘 是他结识的乞丐当中 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个 据说 曾经在生产队里当过会计 张仁杰认识老潘已经半年多了 他希望通过老潘 了解乞丐这个群体中一些真实的情况 我总觉得一种负责任吧 我不希望在感恩中国网站上面看到的 关于他们的祭祀是一种欺骗行为 我需要告诉大家他们的真实的一种生活方式 我并不是说完全站在他们的理想上面来说 我们大家顿得给他钱 我不 我就这样告诉大家 他们的真实的生活环境 要的有十五六块钱行吗 有十五六块钱 你算多算少啊 那凡日一般的都是要那些钱 要点 老潘 第一回出来要饭 觉得还是张不开嘴 那张不开嘴 腿来的要饭 一天 要够吃都要不够吃 算有文化的人 你应该是日后越好 有文化也不行 有文化你干活动就擦了 腿有病你干活动就擦了 有个女孩上高中 上高中呢也需要钱 我这个腿还想着看 那夏天呢也就是试破了 也是 那你这个不回家 就在城市这个角落里面 回家 回家现在买不到车票嘛 买到车票就回家了 我已经去西河达买车票 买四次了都没买到 老潘买不到回河南的车票 准备在北京过年了 张仁杰安慰老潘说 车票他另想办法 并相约两天后 在武道口见面 晚上十一点 张仁杰带我们回到了 网站所在地 海淀区一亩圆 这是租的啥呢 对呀 这就是赶恩中国的这个办公室 五十块钱 然后 这边 哎呀再开个灯 我也一泡泡进来很难进 你先把包拿掉 然后人的鞋子伸着进来 不然的话 他都进不来 这就是我这台电脑 是个残酷啊 这下面是办公啊 办公用的东西啊 下面这就是感恩征夺的办公室啊 然后晚上睡一个 睡在这个上面呢 晚上可以睡在这边呢 这边还搞几个灯 灯上显得很好看啊 这床是我自己焊的 就手扒到这个上面 很难上的 哎呀 一二三 哎呀 哎呀 像这样的 然后 人往里面挤 他里面 往里面挤一下 然后 像这样的 把板子一盖住 哎 好了 然后我就一铺 就快在上面睡了 除了我们这个 来过还有谁这个 别的那样的 应该不好意思啊 这样的 这秋师也是 你看这个 这真的 这个秋师没办公室 不过我在上面 你看都灰花转身 都灰花转身 在上面 行下了吧 下了吧 上面会委屈的 没事 就习惯了 其实我在外面 做些事情 很多人也很想知道 或者关注 这方面是都想打电话 想来到我一小屋看看 但我都没有统计 为什么呢 我想我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我不希望人家看到我的见面 应该说很凄惨的 很凄凉的见面 很贫寒的见面 再说了 我也需要一个体面的 当我们第一次被张仁杰领着 走进一亩元109号 这个被称为是感恩中国网站 办公地点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真的无法用写字楼啊 办公室啊 或者是和此相关的任何词汇 来描绘眼前的一切 这时候我们也真的才明白 张仁杰为什么迟迟不肯带我们 去他的办公地点 一间不足三平米的出租屋 一个有着七十多位乞丐朋友的 网站站长 就不禁会让人们产生很多的疑惑 张仁杰是怎么样一个人 他创办的 是个什么样的网站呢 张仁杰 安徽人 武术学校毕业后 来北京从事健身教练工作 每月两千多元的工资 虽然没有什么积蓄 工作还算稳定 一年前的一个晚上 他在上下班的路上 捡到了一位老人 تع강仁杰 能不能呀 现在能不能呀现在啊 能不能呀 那好 那好 外套的 我见到余奶奶的时候 是在那个公交车站的旁边 那公交车站那时候 人是一个高峰起来 特别多那个人 余奶奶 像一个孤零零的一个老人 他动得很狠 全身发抖 就走在他们那个 那个公交车的前面嘛 后来我骑人才 后来我走到前面去 我就开始下车嘛 然后我一问 哎呦 我以为奶奶要到哪去啊 然后奶奶说 回家 我要回家 哎呦 我说奶奶回家 你家在哪呀 家再见了 然后就是开始 跟我说因为的 我说不清楚嘛 说不清楚 后来到最后 说我奶奶要不要吃饭呢 他奶奶这话 讲得很清楚 我几天都没吃饭 北京 冬天里一个普通的夜晚 路边一家小酒馆里 张仁杰第一次 请一位末路相逢的老人吃饭 我就看了奶奶的窝 那一杯 暖暖的那个一杯水呀 因为那种 那种感觉确实很让我 到现在我 我都想象到那种 那样子舍不得喝 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水是暖的呀 他手是冰冷的呀 他舍不得喝这个水呀 他生怕把这个水喝了之后 这个暖的就没有了 应该说是当时这个样子 那吃饭的时候 哎呦 那个面条很烫啊 我就看了奶奶这个嘴都可以 起地有那个水泡的 应该吃面条烫的 但他还是拼命的去吃啊 他吃那碗面条的时候 他那两个 我就看了很像两个眼泪是在 流着眼泪流在那个 都能看到那个眼泪掉在那个 方便面碗里面那种情景了 怕哭什么呀 交谈中张仁杰意识到 他从马路边捡来的是 一个迷了路的奶奶 找不到家 张仁杰只有把老人 送到了海淀区救助管理站 讲他的时候 包括从他的这个脚的 这种动伤的程度也好 包括他的医护 应该说他的流浪时间 不会是一个月两个月了 而且可能是很长时间了 但在节目长的时候呢 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 能够站出来 哪怕他打一个电话也好 多问也好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 就说来救助他们 所以这上面给我自己 也我自己也思考了 这个很多 很长时间的一个问题 是吧 我们家不叫我们沈阳 沈阳有困难 沈阳牧丹江 是吧 好 跟他快进去吧 跟他飞一飞一 奶奶再见 奶奶 每个人都会老 每个人都可能会 有一些身体上面的 不健康的因素 对吧 冰身老了 肥身体都是不好 我还说有一天 我可能变得精神之牌 如果在这个时候来说 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 是我们大家对他们的关注 并且我们大家对他们的冷漠 我们不能对他冷漠的 老人呢 他没有 他自己的自己的不知叫什么 信什么的情况来说 作为我们来说 正常人来说 我们该干的 我们就应该帮助他 都关注他 从认识于奶奶的那年冬天开始 张仁杰只要在大街小巷 见到露宿街头的人 总是会上前去问个究竟 而一年下来 被张仁杰送到救助站 派出所的流浪汉 精神病患者 痴呆老人 已经有二十多个 就这样 张仁杰在健身俱乐部里 当着健身教练 晚上在烂尾楼里 大桥底下 救助着那些 无家可归的老人 直到有一天 有一个叫王雪平的小姑娘 出现在他面前 彻底改变了张仁杰的生活 王雪平患有先天残疾 出生不到一个月 就被父母遗弃 幸亏三个热心的老汉收养了他 七十岁的王老汉 被雪平称为大伯 大伯听说北京的医院 可以治好孩子的病 带着雪平徒步五个月 从安徽来到北京 在医院他们被告知 治病至少要二十万元 为了筹集治疗费 从安徽来的这一老一小 开始沿街乞讨 王雪平的那个时候 王雪平是刚刚我碰到他的 就这样照片 对吧 是跟着那个王雪平的时候 人家的很多人跟我说呀 哇他们都是骗子 你不能去帮助他 他们要钱发了 每一个月 这里面要好几万呢 这样的情况跟我讲得多呀 说在讲这样的一个 愉快话的时候 也动摇了我 真的也动摇了我 哎呀我觉得 是不是我就要做 是不是我的良性 被人践踏了 被人糟蹋了 我自己正考虑这个事情 为了弄清王雪平的真实情况 张仁杰骑着自行车 怀里藏着照相机 悄悄跟在这一老一小的身后 其实这个我雪平 这是他的家嘛 他是在家住的地方 就到白天去乞讨的时候 那么我就在后面跟着 偷偷的这种相机 偷偷的拍摄一点东西 晚上呢我就看 他们在哪里边住 吃的是什么 因为我是在暗处 他在明处 我就看他人给多少钱 而且我看的人 不仅是给他钱的 多少人的问题 我看人给他钱的这种 金额有多大 是五十的 还是一百的 还是一块的呀 其实得错的错了 五毛的 一毛的 也就是说很多人给钱 他都是从困难门掏出来 就是那一毛的 零钱 在困难门 装的不方便的 一般借用情况都别多 也有很多人呢 我看有好业 看给个五六张 一看都是一毛的呀 按照他这个数额的话 说如果给 小王雪平能站起来 能动手术的话 说估计要到 在那活到一百五十岁的时候 都不够 可能到他一百五十岁的时候 可能都很难以实现这个梦想 十几天的跟踪 张仁杰被王老汉的执着所感动 也更加同情王雪平的遭遇 他决定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 我就急着帮杰格写出来 给他编辑好 用一个Word版本的 新纸课程张光盘 然后奔波于各大媒体之间 求助他们 给予刊登这样一个情况 通过他们也想获得一些 这个社会上的救助 和媒体的关注 但最终呢 都没有给我一个打呼 当走出那个媒体大门的时候 真想放下 求是有这种心态 很多大媒体太大了呀 我算什么呢 什么都没有 除了一张破人才 一张破皮鞋之外 一个人之外 我没有东西啊 我想不能崩壳头绪吗 逐渐逐渐给自己来说 给自己有一种压力 变为一种 逐渐变为一种自卑吧 求是能感觉到一点 觉得一个人宁愿太渺小了 我就记得我偷偷摸摸的一个人 在他们的后背 看他们后背呀 上车呀 回来呀 我心里面是什么之类 很难受啊 也就是我逐渐感觉到 我自己可能真正是没有用 连见面一个老人和孩子 我都帮不了 这种心态非常复杂的 这种心态 好像是一种 我都觉得我没做好的一份工作 我是个失败者 其实我都有这种心态 张仁杰找不到媒体的支持 也没有慈善机构 相信他写的有关小雪瓶的文章 混货中 他把自己的博客改成个人网站 并取名感恩中国 说到那时候我在搞一网站的时候 我还就定位了一下东西 我总觉得 每个人都要一颗感恩的心态 来面对我们的社会 也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 对吧 一个人我总觉得 应该学会感恩 知恩 王老汉拉着雪瓶沿街乞讨的照片 成了张仁杰网站的头条 那段时间 张仁杰白天跟在小雪瓶身后拍照 晚上在网上更新 一时间 王雪瓶成了各网站转载的新闻人物 一个月后 王雪瓶得到了一家慈善机构的救助 网站开通不久之后 张仁杰就辞去了健身教练的工作 成了一名真正的网站站长 一个网络记者 可是网站没收入 其实也并没有人给他支付工资 所有的名号 张仁杰都是自己封给自己 在外人看来 此时他的生活好像并没有发生什么本质的变化 但他自己心里明白 为了给王雪瓶寻求救助 现在的他 不必再去求助别的媒体了 他所要做的 他想说的 他要表达的喜怒哀乐 只需要在这间不足三平米 每个月五十块钱的出租房里 轻轻一点 张仁杰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网络记者 他在背包和相机上 贴上了感恩中国的不甘胶贴纸 遇到真正的记者 他也会毫不含糊地自我介绍说 我们是同行 你有没有衣服穿的 给你两件衣服穿 我给他两件衣服穿的 行不行的 走在那边走 我给你两件衣服吧 你住在哪呀 他没了 他没了 他没人跑到这边来了 你家有电话吗 我给你走一下 那他等一下 这个裤子你给我穿上 你把这个衣服你给我穿上 冷啊 有 没有 就送到手 你昌平没有活在站的 有 没有 有 我在那边 但是我知道 你要我跟你说 那救助站就行不行的 你那个 如果是那个 你要是真正找不到家了 给我打个电话 你那个钱不要乱花了 这个电话装好 我这先给你五块钱 可以给我打个电话 我这个是小林通 来 你先把五块钱拿起来 好 这个裤子 你现在这么要穿 你马上你找个 要不你裤子 给他找个地方 或者穿一下 给他穿在里面 不冷吗 你冷不冷啊 不冷 你冷 找不到家了 你跟我说 我帮你 我要给你送回家 一人打电话给我 我现在先走了 说了就这样 你不干 好 那你帮这个 跳吧 一人给我打电话 说向他吧 我想送他吧 向他救他 不是 那个 一人给我打电话 你先 我那走 我现在先走吧 就这些流浪老人的时候 我明知他们是骗我的 我都愿意 为什么呀 他们是老人的 他们是流浪老人 都不知道自己信息上 名水的老人 我还在乎他们的骗吗 为了保证自己网站上 登出的内容真实 张仁杰除了和乞丐们 吃住在一起 一年中 他还按被救助人提供的地址 分别去了河南 安徽 乞丐们把他当成朋友 被救助人的酸甜苦辣 也卷入了他自己的生活 这天一大早 张仁杰要去见河南的老潘 顺便要告诉老潘 他也没有办法 买到去河南的车票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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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走了 哎呦 不行 你现在买票买不到 我现在啊 买不到就是买不到 今天要多少钱 要那么几个钱 那几个钱是吧 大家火车票 我现在正在忙着订了 如果 对啊 我现在订不到 我现在都订不到 我天天在忙着订了火车票 我说订了之后大家都回家 那我给那衣服 你怎么又不穿呢 你帮那衣服穿上去 我都转罗了 安御转 你没有 你不要带给你女儿穿 我我怎么今天晚上 给你女儿多带点衣服 我给他再罢了你了 好 没事没事没事 我那我就晚上过去 我就晚上过去 我去不去 我去不去 啊 不行不行 不行 就给他送到那个 那个就是政府会有管的吗 嗯 因为九州展 我曾经就遇见过一个人手画的那个 那个 九州展 提前的又叫你出来了 你站直流的 你能站直流的 你一点都不学 嗯 我 我 你找个地方 我给你编个声 你看 不用的 你这样是太多了 你看那个我们就是 你碰到过去多少呢 嗯 已经都数不清了 就一个人曾经 我到下边 四次 四次 四次我就跟他讲 我说大哥啊 你你你哪都很好 你不要这样欺骗 因为爱心不容欺骗 如果一旦欺骗了 说有一个小伙 确实不行了 这些人想 这个小伙可能也是骗吧 挺好的 不用帮他 可是他就不能得到 及时的爱心的救助 实际上你什么都有 嗯 就我是想 不知道你的 你的目的是要干什么 嗯 因为这帮老大爷 我跟他在国生活了 将近有半年时间了 嗯 那你骗得住他们去 那个要这个 要这个吗 是这样吗 不是 他刚送衣服啊 我真的说 给他们送点衣服啊 多少衣服了 给他送点衣服 但他们的生存现状 应该说我多少 还是很了解一点 你是一个地方的吗 对 不是一个地方的 我是感恩中国的 感恩中国 嗯 所以我一直很关注他们 可是 所以现在就是很多 有很多假的 他不相信 也可能 他也被人骗我 有 有 有 不求人嘛 有不求人 他起来 骗了 这也有了 是 你完全可以申请 用你自己的财记人的身份证 申请一个 免税 免费 免收 就是收什么税的一个爆摊啊 杂质摊的吗不是啊 你在弄成了 宝石里买给谁去员啊 你赶紧北京 你可以买啊 在北京找一个摊子也可以啊 在北京你给我找个摊子吧 不行不行 你给我找个摊子吧 为什么不行呢 北京不可以吗 你给我找个摊子了 我可以买宝石 你随便找一个试试看 最起码它需要好几千块钱的 你给我找吧 你给我找了 我也有问话 你说这些 你闻算我都可以 都可以啊 都可以 你给我找个摊子吧 你住在哪儿现在啊 现在 睡在外面 你找个摊子 你找个摊子 你叫他去年纪 看来谁打电话 让他家库调解人的那边 谁有钱谁肯 守这个罪啊 那我现在想问你 那你为什么就选择在基督教的教堂门前来做一家要吗 那这个地方可以邮队给钱吗 哪个地方邮队给钱上哪儿要 你和队吧 看来我觉得还是骗他少 还是真的 对 你看邮队 你拿着这 那好多吃 那你拿着铐队都没有 那都不砍 就是烂你了 他求着 然后我就马上就要过到那海添桥 海添桥过去了 然后看到几个老人在不在 又是又发现了老人了 昨天晚上就是今天早晨又一早又发现了老人在哪边了 我不知道在哪边 看邓队可能不行了 江人节的所作所为 常常受到路人的质疑 不过这些他好像倒也并不是太在乎 每每拍到一张他自己认为很好的照片 每次在网上看到网友对他的赞许 哪怕只是只言偏语 他也会显得特别的兴奋 而当有人断定 坐在路边乞讨的那些老人根本就是骗子的时候 尤其是对张人节熟悉的某些乞丐朋友进行指责的时候 张人节又会久久的七分不平 因为我总觉得在乞丐在这样一个字眼当中 他并不是每个国家的特产 他世界各地都有都有乞丐 但是作为我们来说 对这个乞丐的认识来说 有时感觉到挺难过的 真的 一踢到他们 就是骗子的代言人吧 就认为乞丐就是骗子的代言人 他就是骗子 他们的输出态高收入群体白领 他们可能就这样认为 其实我很多信息 我都不知道言论从哪来的 他们跟我说要么多 说是在某某电视上看到的 新闻上报道的 可能也有 但是确实我是没见过 我也是能力地在搜寻这个东西 春节前 张仁杰已经动员三十多个乞丐 离开了北京 买不到火车票 张仁杰救助乞丐回 他在这条胡同的出租房里 创建个人网站 希望救助那些沿街乞讨的人 然而每一次 他都无奈地被卷入别人的生活 你现在穿在里面不冷吗 你冷不冷啊 你冷啊 我是想不知道你 你的目的是要干什么 我说我应该 说很多人问我为什么 我说没有为什么 我不想解释为什么 我说这些我应该做的就行了 一对双胞胎兄弟的求助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善举 除夕夜他们是否会流落街头 年夜饭是否还那样温馨 请继续收看 祝你 好吃 伦绒王特约 函婉人参 由伦绒王实业赞助播出 传递价值 成就你我 在夜市张仁杰的最初几天里 他一直都很忙 他四处找人 我车站马路边烂尾楼里面 大桥底下 找到人 他就劝人回家过年 而且送上几件 他从学校里募捐来的衣服 在外人眼里 他忙里忙外的这些事 和他的生活 其实毫不相关 也看不出他关心的这一群人 和他的生活 到底有什么干系 所以我们就问他 忙忙碌碌这一切 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有什么目的呢 张仁杰思考了半天 最后用不知道三个字 来回答我们的提问 张仁杰 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走 不要急 这一天 张仁杰来到五道口铁路桥下 这里还有十几个石黄老人 没有回家 老人们的卫生状况 一直让张仁杰感到忧虑 他希望这些老人 能干干净净地过个春节 老人的内积比较多 这个内积可能比较多 这个内积可能比较多 这个内积嘛 你看着 你先不要花 不要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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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分一下 大家都分一下 几个月都没有犯过一切内积 那个医护的张的程度 确实很让人 应该说很让人感到一种心寒 都是老人了 帮你穿过时的 你不要的衣服 送给他们 帮那家孩子不要的玩具 送给他们 你在你认为那种事件废品 但对于他们来说 可能就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拾荒者选择在这里过夜 除了不易被路人察觉之外 还有另一个原因 最近一段时间 有一些好心人 会在早上给他们一些吃的 他也会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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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家尝个衣服 送衣服 谢谢啊 都是要不是几个小饭 我能吃饿的 买大饭的不赶紧 小饭的要放家回家了 都是觉得 他给的觉得 眼睹我吃一圈 对的吃一圈 张仁杰有几天没来这个地方了 这天他发现 这个居住点 又多了三个 刚来北京时荒的老人 这位姓花的老人 来自河南明泉县 正是他第一次来北京 大婶你昨天来的 昨天来的 这快过年了怎么会想着出来这个 你家里没事你你你你给家什么 家里没活没事最重要没点事 就这拆脑活动啊 那那那那那舅舅借 把一个学生上的学来 他都学生上学了 一个人上学啊 你这个你等过二年才出来吗 过二年你还给总体了 给消费料给管理的了啊 这大过年的你是不过年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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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一个面一来哎哎 还不是就过哪一个面啊 滚在面又咋货啊 这个动力不够吃还是这么说 还是没 动力也够吃 够吃 你一个上班是一个学生 你一面都得一挂多块 你看这个学生你人拿啊 老板都一地多了 你这个地是回 sollten了日分 没有那些地 没有那些地 你卖料是 91年 讲了九二都卖了 张仁杰对花大妈这样的拾荒老人 除了能送上几件他募捐来的衣服之外 并帮不上什么忙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们的照片刊登在网站上 并在照片的下方筑上一行小字 他们的面孔很美 网络这边的这个关注 肯定是没有什么很多这个大的主流媒体的关注力度大 但是确实他能有一个网络关注 你感染了一些人我就满足了 张仁杰的网站在关注老人的同时 更多的是为一些残疾儿童寻求救助 小文小五患有脑瘫 为了筹集十万元手术费 曾经沿街乞讨 通过张仁杰网上的求助和多方奔走 小文小五获得一些慈善机构的救助 春节前做了医期手术 这天张仁杰接到小文小五的电话 说住院的钱已经用完了 医院已经通知他们办理出院手续 怎么样了现在 这是接近那个小小文小五 这个叫小五啊 这个叫小小文 这个叫小文 家在福建的 现在怎么现在出院你们怎么想 现在我现在做我这几天忙 一直没话过来 到底今天你们怎么办 明天星期一就要出院了 没钱了 我们来的春节了 上不上下不下 没有我们也不知道是怎样的 我现在特别忙着春节期间了 更多的是我那边还有几十个老人在那边 待着呢 你如果想回家 也应该要回家了 他说家里有两个老头 是说这些话 是是你听我说 我们现在就不说到那边了 我们什么也不说了 我们就说很简单 你在那边看能不能找到房子 好吧 哎呦就是 说是没时间了 就在地方很好找的呀 我直接到消失上去 有人住房子 我们俩还在那边住院 住了一个月 这般再贵一个月五百块钱 差不多一个小房间 能住下去就行了 先找房子 你们先找房子 就是在一个马路旁边 先找个房子吧 我就是说没有办法 走吧走吧 那行吧行吧 要不然你就到我那边住 你行不行 到我那边住 我明天帮你住房子 你行不行 可以 可以啊 那就到我那住就很远了 我就不管他哪里住得下来 那那那行 那行 居然说了 我明天就住房子吧 行不行 那就专到我那边去吧 哎呀 搞了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呢 那好吧 那好 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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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出现 哎呦 哎呦 好 他说我是没有钱 我只能说 就是说 包括我在我的网站上面都是名 比如赶中国 不收捐的那一分钱 就你捐钱 与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不可能 在我们也没有 我也没有能力 也没有 从法律上面来说 我也没有这个资格 来接受捐款人 给我的 给他们的捐助 那小文小五租房子 对张仁杰来说 将会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张仁杰这次倒真是有点犯难了 他七个月没有收入 经济结局可想而知 那其实面对这样的 从农村来的这一家人 张仁杰还是有很多种选择 他也有很多种可以说的借口 力不从心 知难而退 不会有人嘲笑他 找个借口一走了之 也不会有人指责他 即便是说 我出力 你出钱 这样其实也会得到很多人的同情和理解 但此时的张仁杰发愁是发愁 牢骚归牢骚 答应了别人事 该办还是要办 张仁杰没钱为小文小五租房 这天他希望能找到自己的房东 看能不能先入住后福建 但我一个就是那么 哎呀 这真的非常难 好像房东就在这 我问一下他 阿姨在家吗 这屋里面暖和多了 那两个孩子 因为他们都是那个 带着石膏 他不能穿后衣服 必须给他租个有暖气的房子 你还让他们乞讨吗 不能让他们延洁乞吧 总不能让两个孩子 拖着石膏腿 睡在墙角旁边过年吧 不能让他这样过年吧 嗯 我要你们有五百块钱 那我就可以给人家做五百块钱的事情 那我当要你们真正没有钱的时候 那我只能说 脆炎腻 当我自己没有腻的时候 那我只能说 大文章讲的一句话安慰 当我连话说话能力都没有了 那我只能说 什么都不干了 录像屋里的张仁杰 感觉上离我们有点遥远 好像这个繁华的世界 跟他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他只生活在他的小屋里面 只生活在他的网络世界 我们跟了他十多天 发现他老是穿着一条裤子 所以有时候也问他说 为什么过年了 也不出去买身新衣服呢 张仁杰有一次指着一堆乌捐来的衣服说 说我这条裤子就是从里面贪污来 说这话的时候 他非常的害羞 还说这句话就不要拍了 其实我们真的很想知道 一个连新裤子都舍不得买的年轻人 为什么会用钱去买火车票 送乞丐们回家 为什么自己住着每个月50块钱的出租屋 给别人付500块钱一个月的房租呢 原来就全来就回来就坐在那个露天上面呢 就坐在那个睡那个小肚底下 那个天特别冷 后来我说实际上不忍心嘛 后来就原来基本上不让他们住嘛 那个晨天也不让他们住 后来就原来就睡那个外面的特别冷了 后来实际没办法了 我才让他们老人就搬过来这边住 都是六十五六岁左右 都是六十多岁的 为什么不这个到救助站呢 或者是这个 就是对于他们来一边来的话 他们并不是为了获得一种救助 还是更多的想弄一点钱 或者给家里面 解决家里面一些经济上的危机 这种事情 大妈 你这来好几天了 捡了多少钱了 捡一天12块钱 一天捡12块钱 这些捡不了 捡一天还行 那就这两天 再少点后捡一天 捡不住 大妈 如果捡不到这个 会不会去要啊 不要 我不会要 我不敢要 这算 这个咱这个人上大桌 知道吧 就英文这 哎呀 我说想弄点 给孩子 你老个弄点 他个小子多吃一顿 是不 你一个小子 你拿一年 不得给他好子来外纳 他一回家 都得这个钱 你再难 都得臭 一年都得一万多块 孩子过年不回家吗 放假回家了 放假回家了 孩子上学回来 回家见不到妈妈 会这个 我就有这个想法 我带着红涌 成才 第二个见面了 我都不了 你别想过 你好好上学 还在那里做呢 你别问 是吧 你上学来 你爬这爬那 你咋伤 这要不我带你们洗个澡吧 哎呀 菜不服的 菜不服 洗澡了 哎呀 这菜不服的 这别麻烦的呢 这洗澡啊 不洗 不压 弄成都不洗 一定要不洗澡 弄成呢 没有人洗澡上 谁洗澡啊 洗个澡 不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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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我们 哎 洗澡 你咋子才不能接 这刀痛的呢 你咋豆人怎么不能接 哎 我自己就是 我自己不接 我不能接 不接 豆人怎么不能接 哎 照面个 哎 不快难了 来 带好洗 哈哈 没事的 你不敢吃过吗 吃病了 这这这 这饭能吃吗 那要给的时候 给的时候 那是你拿的料 不敢吃 我们吃病了 再拿肚子 你都冻了呀 那是放两天了 那没事的 把他拿来了 由于大部分餐馆 关门放假 拾荒的老人们 在春节前 已经几天 要不到热饭热菜了 看着老人们 要不到吃的 张仁杰打算 晚上请他们吃饭 他并不确定 老人们 会不会接受他的好意 晚上 我们也订个车 你们都不要慌走 晚上大概几点钟 来我们吃饭 我帮菜都弄过来 没事没事 这我肯定 也肯定的 像这样的 我们晚上七点钟 吃饭行不行 今天晚上 都过年了 你们早点回来 就吃了 那 七点钟吧 好吧 按约定 这一天 是小文小五出院的日子 小文小五的父亲身体不好 看着张仁杰忙上忙下 竟帮不上一点忙 可以 好 等一下 我看 能不能再往山上去一点 哎 好了 相信行不行 可以吗 行 行啊 可以吗 不行 你带了一把 不见了吧 我们下面 再弄一张车不就行了吗 转一点 哎 我那口子 你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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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说拖就好 抱抱紧一点 麻烦就大了 好 没事 我今天所以大家问我出院 我说我不知道 他们说我去哪里 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去哪里 我等于说心里没有一个苦也没有 就是麻木这样子 真的我都要说无家可得了 不说了 反正在哪 不说了 这个见 听我说来到这边来 其实就是我那 你说一下 不不不要说 不要说 你说什么 没事没事没事 这个这个就我了 不是啊 小张 我跟你说一个实话 你轮弄 你的钱也会掏败 没事 我没事 我现在有钱 有钱 把那个锅在哪边 然后马上我带你去买下菜 我得跟他在哪边买啊 这个什么是 包括姐妹房租啊 什么都不要你管啊 这这我弄好了 这 你没有钱 给你看看感恩中国 知道这就是感恩中国 你住在这里是吗 这个 这个光是 这怎么住进去的 这人爬上去就行了 它有个灯 这像个灯 有个电脑 你看都是书啊之类的 人爬上去不就行了吗 对吧 哎呀 怎么会这样子的呀 没事 我说很好的 上面应该有个床嘛 我把它再拿着被子 板子一翻下来 我就就可以爬上面睡吧 一翻下就行了 你看 真的是他还过这种生活 你说怎么办呢 就是感恩中国全部了 有外面是一个人 你看连住这个房子 还住这种房子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他还住这种房子感觉 哎呀 怎么办呢 这是他 是啊 他我开头 我真的不知道 我说是感恩中国 肯定是很好的地方 肯定是有单位的 也是有很大的房子 我根本没有来这边 我就不知道这样子的房子 也没有想到 他也是过这么艰难的生活 这么可怜 谁知道他这样子 我开头 我真的不知道 我还跟他 一直求助他 帮助我 这两个孩子 我知道他这样子 我都心里 都不敢说出来了 你看连今天 他还什么车费都弹得出 还是我们回家还好 说怎么办呢 在这边真的 他这样子 所以起码我回家 我可以跟邻居 见到固子吃饭了 很多人都来看 感恩中国 其实我们拍摄 张仁杰的小屋 他是有很多顾虑的 因为他不太愿意 让别人对他产生 任何的同情 或者是怜悯 他说 他很需要有一种 很体面的感觉 他需要一份自信 但是让张仁杰 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把小文小五 接回一母园 和他成为邻居的时候 他不愿意 让别人看到的 那种窘迫 就完完全全的 展现在外人面前 而且更让张仁杰 始料不及的是 他所拒绝的 那一份同情 却是来自一个 被他曾经救助的 惆怅百劫的 农村妇女 这天下午 张仁杰的朋友的 房间里开始哭了 他哭得很伤心 他说 其实被人同情和怜悯 心里并不好受 除夕夜 听说张仁杰要给老人送饭 小文小五的妈妈 直立要给老人们炒几个菜 并吩咐丈夫 去五道口 给张仁杰帮忙 炒了吧 先炒一点点给他 肉先不炒了 我的那个 肉不炒了 你不知道冷了 没啥吃了 你先把肉也不要炒了 谁给弄下来 我马上弄弄走了 哎呀 随便炒一点 给他们吃了 不炒了 你不知道 炒了这我马上 那味精神 那个盐在哪里了 味精神 不要 不要了 我们下 我想打仗给他们 想给他们请到小饭店 小饭馆 你们吃 老人说 怕人家仙堂们脏 怕丢饭店的脸 就不愿意去 从海天区 一亩原张仁杰住的小屋 到五道口的铁路桥下面 骑车大概需要 三十分钟的时间 但是除夕夜这一天 这段路 张仁杰走了 一小时四十分 他时不时的会把车 停在大桥底下 看看那到底 还是不是有人在露宿 一会儿呢 他又指着一个商店的门口说 那曾经有两个小女孩 在那卖花 就这么走走停停 张仁杰又找到了几位 坐在马路边上的老人 我把饭弄了 我们回家吧 走吧 走吧 我把那个煤气罩弄好了 走快 你把这个 这个给它解开 我把他晃了 我车上来晃一点 走 我点灯就晃 我点灯就晃 是吧 这个我给你拿着 好 那行 你快点回去 我马就倒过汽车 在这啊 搞个几块板子 搞个几块板子就行 哎呦 我再加点水 你们先洗洗手 你们先洗洗手 来 我再用水 来来来来 洗洗手 先把手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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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吃吧 我已经两天没洗手了 我们这样把手洗去 我拿下来 再放一头水吧 那再洗一下 哎呀 哎呀 都是一家人 咱们都是一家人 来 把手 来 来 我来给大家吃 我们吃 来 你来喝热腾腾的饺子汤 好 过年了 哎呀 来 今天过年晚上了 吃了之后 咱们早点休息 啊 在家 早点休息 在家吃不了 在家里面吃不了 这个菜 能吃到 这个 很难吃呀 没事没事 我晚上比你多喝一点 大爷 北京咱过年了 来来来 我做 说大爷大王 心情健康 好好好 来 来 新年饭了 来 在张元杰 张了这顿年夜饭的时候 我们的确是曾经怀疑过他的目的 他的动机的 镜头前这个年轻人是不是在表现自己呢 不过 在我们眼前 几天都没有吃上一顿热菜热饭的 这一群食荒的老人 在除夕夜里 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里 就这样席地而坐 他们的脸上确实多了几分慈祥 确实 有了一些笑容 所以我想老人们感到的温暖 恐怕远不止是手上端着的 这一碗饺子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跟我说 对不起 school 老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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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武道口回到夜幕园 小文的爸爸发现煤气已经用完了 幸好张仁杰给老人们准备年夜饭时 多买了一些熟食 来 好好好 来 我们吃点菜吧 好 大家吃吧 过年了 过年了 你不给我的领导 买了七点 你坐坐 来 谢谢 需要消息 来 好好好 真的 这我爸妈还年轻 等到我爸妈像家老人一样 那我可能会做另外一个选择 但最起码我现在 近十年之内我不会做 现在我首先我今天我爸打电话 我说老妈呀你也不要哭 我说我今天在听好 然后你们在家那么好好过门 其实我妈确实听了很不错 六年 有些还有很多人 甚至不期待 对来年的祝福 一些老人可能还在外面 已经在吹补每个人的心 我现在还没发现 一人去 我坚持 所以我要在今天过年 我希望 你能够当一个 我希望 我希望 新年的终生就要敲响的时候 张仁杰面对我们的镜头 好像还是有很多的话要说 他唠叨着说 雨雅真奶奶不知道还会不会继续流浪街头了 八大妈明年不知道是不是和儿子能过个团也年了 他也老是念叨着他的脊业朋友老潘 王雪平 他的大伯等等等等 当然他也说起了他的理想和他自己的愿望 不会这些我们那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再嫉妒下来了 因为他的声音已经完全淹没在了烟花炮竹声里 后来看着张仁杰一个人在除夕夜里消失在烟花炮竹声当中 离我们渐行渐远 其实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内心究竟在想什么 随后他发给我们一条短信 里面有这样一句话 他说烟花虽然生命短暂 却给人悦目的感受 只要感受是美的 一样很美 我们印象里张仁杰 确实也是给了我们一种感受 这种感受有时候离我们很近 有时候又离我们很远 有时候我们的感受 接着为您播出联想奥运 以及TCL王牌凤凰全球连线